最近,1128事件已然成为了人们热议的话题 与此事有关的消息都会被迅速传播 12月3号晚,经文在卫生部长蒙文新发布通告称 经研究推测,经文在社区传播的感染源可能和10月份的今晚输入病例有关 蒙文新指出,经过卫生部和巴斯德研究所对新冠病毒类型进行科学研究后 得到的初步结果证明,1128事件的新冠病毒属于CLAD-19B 而该病毒大概率来自亚洲、非洲和澳大利亚 此外,这种新冠病毒可能在今年10月份就随着境外人员进入节目债 直到11月28号才开始在社区爆发传播 因此蒙文新强调,这次爆发的社区传播感染事件与113事件并无关系 同时他还呼吁,全国民众要加强自身防护,戴好口罩 注意保持社交距离,最大程度减少社区传播风险 截至12月4号下午,1128事件接触者已追踪至9793名 已导致23人被确诊 目前,经文在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335例 其中有31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12月4号,西港警方公布了一起恶心案件 三名中国人在赌场内将另一名中国人勒死后 利用汽车抛尸 据了解,死者身上还有被殴打的痕迹 11月29号晚上,有民众向西港当局举报称 一名中国男子在赌场内遭人勒死 并被抛尸在一辆白色汽车上 民众还称,死者身上还有被殴打的痕迹 被发现时,其早已身亡多时 随后,西港警方对此事展开了调查 并于12月1号上午逮捕了嫌疑人李某 是议涉事赌场的一名保安 精神讯,嫌犯李某交到了犯罪过程 承认其把受害者勒死后 从赌场把尸体拖出来放进车里 并把车子开到西港第四分区附近抛尸 随后,在西港警方的调查和法院的协调下 西港当局还逮捕了另外两名涉案人员 其中一人也是涉事赌场的保安余某 以及一位赌场女经理图某 目前,三名涉案的中国人已被警方带走审问 等待法院后续处理 收看更多节目下的视频资讯 欢迎订阅简中资讯微信公众号和YouTube上号 我们下周一再会